主席 其实真的这个事情是至关重大了 因为其实光最近这几天也不用太久 就是几天我们在看到这个 在这个百姓银行这边的抢劫案 其实就是这个改造的这个枪支 那另外他们后来就在桃园落网 这也有没有感谢我们警政署的这个同仁的努力 好我们往下 其实刚才赖文宇在追寻说 到底这个枪支犯案的这个数据状况是什么 其实这边已经帮大家统计出来了 我想局长或者署长应该这个数字没有错吧 其实我们看一下这个数据 其实真的是很恐怖 为什么 因为这个现在改造枪支的这个 其实我们主要制式枪支 简单来讲就是制式枪支就是真正的枪 就是真枪 那我们现在犯案的这个数目 这近五年来我们只要看这个数字 全部几乎九成 大概就是八成多到九成 全部都是这个改造枪支 几乎全部都是用这种枪在犯案 因为这种枪等一下我们就来谈 其实它非常容易取得很简单的改造 然后呢犯案一次之后就马上就丢掉 甚至发两发之后它就可以扔掉了 几乎都是这种模式 所以其实这个等于说 整个我们现在的这个刑事犯罪 只要用枪的 几乎老 可以说就全部都是用这种枪支了 几乎都可以这样讲 好我们往下 那甚至我觉得更不能接受的时候 我相信署长跟局长应该是最不能接受 应该是这两个新闻吧 因为为什么 用这种枪已经打死我们的园警 对就我们两位园警都因为这样子而殉职 我觉得这个是在社会上来讲 是完全完全不能接受的 而且对我们的这个警政同仁的这个 这个生命的安全 我觉得这已经造成极大的危害了 好我们就往下 那我们可以这样讲 就是这个改造枪支这个泛滥 就已经等于就占枪支犯罪的差不多九成 那这就是整个我们这个犯罪严重 所以为什么今天这个法 我们认为说是非一定要好好地修一下不可 因为其实全部都是问题出在这 好那我们直接到今天这个重点 这重点就是真的我要拿出来了 就是说就是这个枪 就是这个操作枪 这个为什么我们要用个袋子 其实很简单 要是我不拿个袋子 人家还以为我真的拿真枪出来了 这个是整个它其实 为什么叫做操作枪 其实这个完全是规避我们现在这个条例的 这个21条 因为这个条例上是写一个模拟枪 那结果业者自己就创造出一个操作枪 而且它刚好跟我们的法条 其实这就是完全专法条漏洞 就是少了一个打击敌火装置 这种枪 我相信也许局长是最内行 就是打击敌火 您要不要解释一下 什么叫做打击敌火这个概念好不好 也向大家来解释一下好了 你也有做图版 用图表说明会比较清楚 我们把它说明是模拟枪跟操作枪 还有这个我们讲低动能这个气体 这个枪枝的 那模拟枪它是有撞针 有撞针 因为枪管它是 这个枪管里面它是用主帖把它主帖起来的 那另外它是可装填子弹的 这个可装填子弹 但刚刚委员所提的那个操作枪的部分 它是只有落差在不具撞针 不具撞针但是主帖跟那个装填子弹 都是一样都是可以的 所以两个 但实际上这操作枪来讲 不具撞针 这撞针很简单 可以拿下来就把它装上去就好了 其实当时要是媒体系的朋友有兴趣 我们这支枪给大家看一下 马上就知道 其实它只是 等一下我也会解释 它只要凿通了枪管 换了那个弹簧 其实基本上它就是等于是真枪了 现在我们这样看 就是说现在我们查获的这些操作 其实再讲 就是再细一点 就是说尤其就是用这种叫做操作枪的来改的 这个又占了六成 又占了六成 我们数字其实我们都已经帮大家全部调出来 就用这个操作枪又占了六成 直接往下 就是说 这到底真枪还是假枪 这个署长或者部长 这真枪还是假枪 从外形就是类似真枪了 能分辨吗 我必须老实说 根本不能嘛 很难很难分辨 这把枪就是我带来这把了 就这把嘛 这个完全不能分辨 很多的那种 真的游戏的玩具枪 它可能前面还涂一个红红的 让你知道说这是个假的 这个长得根本不能分辨 它也有子弹什么都有 好直接往下 这个其实差别在哪里 我刚才虽然局长有做一个比较复杂的 我们这很简单的 就是差别就在没有撞针 然后这个枪管的是实心的 或者或者有主帖 把它那个不能让它击发的 就这样子而已 简单讲就是说 这是业者的一个规避 好那这个到底多少钱 买这一只 很简单 我们这边也随便Google一下 谁都可以买 谁都可以买 因为这就是等于说 你到店面上 你爱怎么买都怎么买 或者我们在网路上买 大概就是四五千块钱一只 大概就是四五千块一只 然后改枪的成本多少 大概一万块吧 大概一万块钱 就可以改了一只枪 好那这样子就四五千 然后只要怎么讲 通枪管 这个把撞针弄出来 基本上就是了 大概两三个小时就改一把 然后这一把就可以卖两到四万块 然后犯罪的时候呢 一般来讲 当然改的也不是太好了 大概就击发个几发 或者击发个一排 反正这样子 反正做完案之后 刚好把它扔掉也是最好的方式 所以就是这样子的概念 所以这个东西我们想讲 操作枪是真的今天来讲 在这个条例里面是非 要把它好好的纳管不可 我相信这个在民众党的版本提案 跟行政院版的几乎是一致 是是一致 所以我很感谢委员在这里的用心 因为其实我当了那么久的律师 这个枪炮案件 其实我以前也办过很多件 也跟警察一起 站在一起来处理这些相关的案件 所以对委员刚刚所提的这些 我是最有感受的 因为我当律师的时候还没有这个条例 是后来有这个条例 包括以前枪戒要进来 向林源走私案 你看以前枪戒要走私 土制的常常堂炸 可是现在因为技术越来越好 再加上它 这些模拟枪所谓的操作枪 他们都已经出场 就已经做得很好了 只要把主帖打通就好了 所以就造成了我们整个枪支的犯弹 所以现在你看看 走私的反而少了 改造的反而多了 所以今天我们民众党 所提的这个版本 跟行政院的版本一样 就是我们要阻止这个的犯弹 所以我们对委员的这个用心 我们非常的感谢 好 谢谢部长 其实因为真的是像部长所说 从72年到这已经第13次修正 但是这个操作枪始终都是无法可管 而且现在你看 几乎犯案通通都是这个搞的结果 好 那我们往下 其实当然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说 其实就是这个重点的今天的修法 就是这个20条之一 当然其实其他委员有修一些其他的 但是我想其实今天的重中之重 而且是核心的要修了 其实就是把这个 其实我们只要把它改成所谓的这个 只要像类似真枪的外形 然后火药式激发机构 且足以造成这个聚杀伤利者 我们应该认为说这个就算是 等于说只要这一点的这个 做了一点点这个文字上的变动 其实就已经可以把这个 所谓操作枪这件事解决了 好 来 我们继续往下一下 那当然也有一些小小的民间疑虑 就是因为有很多人说 我之前就已经取得这种东西了 之前就已经取得这种东西了 那其实我想这个也其实也没有那么困难 我相信署长跟局长应该知道 就我们现在其实如果说 之前有这些的 应该也不会说是因为 这次修法就造成他们的影响 这个我想跟委员报告 其实我们在枪戒 我们这个枪戒 到戒管制条例 刚刚通过的时候 这个很多人都来绞他 以前除了这什么古董枪 什么枪都来绞械了 这个有 就像我们这个组织犯罪防治条例 过了以后 我们也是让他们可以来制止 所以其实这个我们都可以来处理 这个没有问题 让这些有持有的来做相关的这些来处理 这个是没有问题 我想这种后续 其实我们也是让民众安心而已 我们自己也写 只要向警察机关报备一下 在一定期限内 我想我们这种也不会说 因为有这样的问题 好那再往下 最后 所以其实我们当然了 就是其实这个是修法 当然还有一些 如果说还有一些相关的意义 当然我们不是说特别的坚持 就是说如果大家 因为也有一些这个玩具业者 或者他们也有一些反应 因为他们外 其实我也在这里 要跟委员们来做个报告 台湾的玩具枪的出口 在全世界是最棒的 没有错 而且做的东西是最好的 是的 在这个生存游戏里面 我们是第一名 几乎各个国家要买的 就是要跟台湾买 是的 所以我们也要让我们台湾的 这个产业不能因为我们的修正 而让它凋落 这个我了解 所以我们会来把这个 在这个权衡那条线 我们画得很清楚 让他们也可以去做相关的 这些经济活动都可以做 在我们这次修法的概念 也是希望是这样 就是说其实说实话 这个做的也是做得很棒 真的做得很棒 所以我们也让它能够出口 当然当然当然 让它但是有一个所谓的 这个在国内这边的 这个如果又被从出口流入的话 那就是一个列管的概念 所以我在这里要 也借这个机会 感谢委员给我们机会说 我们跟我们所有的业者讲 我们政府不会去 打击这些业者的这些经济活动 也不会让他们的出口受到影响 这个请他们放心 这一点我也跟委员的做个说明 其实这也是我们的期待了 好那最后 其实我想这一件事 是有朝野高度共事 我们也希望今天整个修法顺利 好部长行政 谢谢委员支持